这个穿着时髦的女白领 用英语骂老奶奶不知羞耻 没想到这么一骂 竟让她成为了豪门少奶奶 原来奶奶是这家大公司老总的亲妈 奶奶在公司上完厕所后 却发现没指望 她想让外面的小姐姐给自己送些指 可喊了半天也没人搭理她 奶奶只好打开门叫住了小夕 小夕这才一脸嫌弃的把指递给奶奶 奶奶出来后只是说了她两句 小夕就假装外国人用英语骂奶奶 奶奶虽然听不懂英语 但也知道小夕说的不是什么好话 扯着小夕的头发就要教她做人 说小夕明明是韩国人 却偏要装羊枪 而小夕这时也骂得更凶了 她一脚踢开奶奶的手提包 骂骂咧咧的离开了 奶奶也没有去追 因为她要赶着去看孙子的发言 可台上的孙子却紧张得不行 老板也嫌弃儿子给自己丢人了 好在旁边的队友不断给富二代加油打气 富二代这才完成了发言 这时孙子邀请奶奶上来测试化妆品 小夕一看这不是在厕所碰到的老奶奶吗 能和老板坐一坐的应该都是最亲近的人 看来这个老太太不简单 小夕这时也邀请台下的人测试她的话 富二代的姑姑马上举手 跃跃欲失 但小夕却邀请了富二代的妈妈 想和她套近乎 小夕不会放过任何可以改变命运的机会 这是她驾进豪门的第一步 可小夕怎么知道这个女人是富二代的妈妈呢 原来她无意间从老板的口中听来的 就在小夕给奶奶拼化妆品的时候 小夕露出了奸诈的笑容 原来在庆典开始之前 她在小侠的化妆品里偷偷加入了伪物 但这也被来取文件的富二代转发 慌乱中小夕将伪精品撒在了文件上 她马上等理好一切 富二代问她为什么这么久都没有看 小夕谎称自己在里面换衣服 富二代虽然发现文件上有物质 可她并没有太在意 拿着文件就走了 小夕赶忙跑到卫生间 清洗身上的伪精品 并倒掉剩余的伪精品 接着她连同围巾一起扔到垃圾桶里 果不其然 奶奶被喷上化妆品后 挥火的功夫就齐痒难耐 很快奶奶就晕倒了 而这时老板大喊着妈妈冲了上了 小夕这才知道自己惹了大祸 奶奶很快被送到了医院 所幸并无大碍 但老板却要严查此事 果然他们从小侠的抽屉里 找出了伪精品的采购单 小夕将这件事情报告给了爸总 当然这只是走个过程 他们本就要诬陷小侠 小侠这时也冲了进来 可爸总根本不给他解释的机会 说小侠是对手安排在公司的卧底 让他在这周之内提交离职报告 小侠这次也明白了一切 这是爸总和小夕给他设的陷阱 小侠不甘心啊 他马上带着好友去给奶奶看病 好友不仅用最新的化妆品 帮奶奶治好了脸 而且还告诉小侠 奶奶脸上的月牙形状 是伪精品接触皮肤后特有的表现 如果对方在样品里加入了伪精品 那么手上应该也会沾上 联想到被淋湿的文件 小侠马上到公司检查同事的手 和什么都没有发现 就在这时 主长小夕走的地方 而他的手上赫兰有月牙形的伤痕 小侠马上问他为什么要这么干 小夕当然不肯承认是自己干的 说自己看到样品撒了出来 帮忙拧紧了瓶盖而已 见小夕不肯承认 小侠拿出了小夕丢弃的围巾 这下小夕应该没话说了吧 但小夕并不慌张 他从包里拿出了一条一模一样的围巾 说这条才是自己的 可小侠明明看到了是小夕丢掉的围巾啊 这是一旁的同事也说小侠不应该污蔑组长 小夕这时假惺惺的站起来说都是自己的错 没有给下属做一个好榜样 第二天小夕就去找奶奶道歉 可奶奶根本不领心 说小夕现在的韩语说的不是挺好的吗 昨天还在那里装枪做事 小夕赶忙说昨天没有认出奶奶 奶奶知道小夕没安好心 连骂带打将她赶了出去 小夕知道想八戒奶奶肯定是没戏了 这是富二代的妈妈也来看望奶奶 小夕赶忙上去和她打招呼 说阿姨您的皮肤真好 保姆被小夕夸得很高兴 小夕顺时要走了她的联系电话 保姆还不知道 眼前这个看似人处无害的女孩 比她还要坏上百倍 王将文姨 어머니 정心 차리세요 이 순간 금방 지나가요